我突然變得很舒服 嗨 收看PITIS頻道 大家好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客座 記得按讚訂閱LINE 五顆星 不是要正式開始 就像是訪問 會後稍微簡單提一下 因為我們在做那個平台 它比較配上一個 全意識的群母平台 那我們希望focus在比較像是說 公益性質 或是說文創 或是藝文 就是有時候 因為我之前是做創投 大部分創投是比較不會投這種案子 所以我們希望它具體群眾力量很重 所以很快就研究到這個平方褲子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發現這個跟我們想做的理念 非常符合 只是我們 不一定是像Gitcoin 它們直接全部去外賣 我們當朋友馬上就直接全部去外賣房 但不管怎樣 我們其實有幾個案子 是我覺得 應該會蠻適合走平方褲子的房子 在地面就是毛縫 所以我覺得最符合就是 這個毛縫 他們現在要做一個專門針對流浪帽的農場 是一個蠻大的 那我們之前Ruggo World 也有好幾千個回收 所以大家的反應非常好 那只是說光靠 這個所謂捐款 或是所謂這種一般人士的群目 比較難達到 要做到一個想像中 夢想中農場的規格 所以我們很快就想到平方褲子 也是一直想try 只是說我們那時候有try談過一個基金會 那蠻明顯是 就是不知道怎麼去傳達這個訊息 如果你如果兩邊都只有一個案子 那平方褲子就等於是matching fund而已 對 就是你捐一塊我捐一塊 如果兩邊各只有一個的話 沒有我現在想法是會有一個基金 那他還是針對這個案子的 就單純這個案子就好 那這個基金要投多少錢的這個案子 是白的時候取房褲子 平方褲子把這個公司去算出來 會不會多少錢 是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法是說 MaoFu或許是可以當第一個 這樣的一個旗艦的案子來走 那只是說我們在 應該說就是也只要 MaoFu這邊在推進 我們就操造這樣的管 就是這樣演算法 那我們在試著去跟基金會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 我本身沒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就是知道是歐待基金會 運作或是說怎麼樣的方式 會比較好 所以我那時候在 我覺得說蠻聰明的 然後所以今天也是想說 是有沒有什麼 指點一下金來 有沒有什麼方式切入會比較好 說讓平方褲子發這件事情可以 對 因為平方褲子發的時候 從平方投票法講出來 平方投票法當時是 好比方我們總統 事實上是沒有意義的 他大概都是要一兩百個提案的時候 他才那個意義才真的會彰顯出來 那以克羅拉多州的例子來看 也是差不多大概到一百個上下的時候 他才會開始顯露出他比別的投票法好的優點 所以你是說這個基因要一次投 像Gitcoin一個批次 那或者是多個批次 他現在分組 那大概就是幾十到一百多個 超過這個其實人也看不完啦 所以真的 所以就是大概幾十個到一百個 是類似一個甜蜜點 那但是如果你只有各位數個的話 那他跟聯繫投票法是一樣好的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變形是說 因為如果說一開始跟基金說 你要投多少錢在這個案子上 他會比較難去評估 然後比較難抗出說 好我就投多少錢在那 那現在變成是 透過平方法的方式說 變數變成是人數 一個案子算是變數是多少人參與 那比如說如果越多人參與的話 透過人數算出來 但是每個人只投一塊 每個人只投一塊 如果只是人投數的話 那這樣的話他的策略就會每個人投一塊 沒有 可是還是有每個人投的金額的不同 去算出這種 但是因為你沒有競爭者 就是說你只有一個案子 你沒有別的競爭者 所以在這裡面的最佳策略 就會變成我說服兩千三百萬人 每個人投一塊錢 對 那因為如果 就是可以做到這樣的話 其實也是這個案子本身 是不是值得大家注目的 就大概競爭者 我的想像是競爭者 就變成是我就不參與 這樣就等於說我參與 不參與這兩個選擇我來那個 那等於說讓他選擇奧派 我今天選擇參與 就代表他選這個案子 這樣的感覺 那因為對我們來講 以貓戶Case 或者我們想要服務的Case 都是比較希望是多人 我理解 因為是社會的動員 對 但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兩千三百萬人 先不要說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先一半 一千萬人 有一千萬人都願意捐一塊錢 對 你這個基金會真的有 一千萬台幣投入嗎 按照平方之法他要投一千萬進來 對 所以就是我們希望是 只有這樣的方式去跟這個基金會 或是某個單位 某個單位說 你要投多少 因為像平常的募資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千萬台幣 然後我們很好 我們棒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那是以前傳統的方式 那現在說不然這樣好了 你不用考慮要投多少錢 而是讓群眾來決定 那他有沒有一千萬 所以這個基金會這個全部的裁員 只有五十萬 對 你這邊一千萬來他就要倒閉了 沒有沒有 所以肯定要設一個 上限 一個上限 對 可是這個上限你又不能不事先講 這個就變成說 比如說假設 以貓風農場來說 對 來 就是以貓風農場來說 就是變 假設我們的預算是要做一億 對 那我們就要找一個 有這個能力的基金會去五千五千之類的 對 你一開始就要先設定 對 但是就是說如果這個基金會 他其實沒有五千萬 嗯 那這樣的情況下 平方募資法也幫不到你 嗯嗯嗯嗯 你知道我意思 就 不會是那個單位 就是 很多單位嗎 可以 對啊 因為我現在想像是說 假設 對 假設有 比如說三四個基金會 他們本來就一年就是會有幾百萬到一千萬 是花在 某種他們希望支持的議題的項目上 那 那 他就可以設一個上限 他有沒有全部這個 這個預算全部就放在毛孔 可以放在一半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設一個上限 反正有三法會定上限嗎 嗯 那 只是說他從零到這個上限之前要多少 就是由最後群眾的參與的這個數量來算 但是因為他還有別的可以他服務 他還有別的還可以 對對對 所以這裡的問題就會變成是說 任何先加入的先扛密的人 他會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 因為他還不知道後面會有多少人 但他自己就要先扛密嘛 對 對 這是很經典的一個coordination problem 對 所以這個的困難就是說 你要先找到這些人價值都一致 而且呢 他們對於彼此的投入也要覺得是互相是適合的 像跌後你只有一個投入者其實 對 所以他不用管這個成本 對 但是如果你要找多個 那這個時候每一個的策略都應該是進晚出價 嗯 那但是到最後就會看不成 如果每個的策略都是最晚出價的話 嗯 那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先有一輪去 其實這個就有點像5G頻譜競標 你要另外設計一個 那這個 對 那這個做法跟平方募資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這不是social choice 對 那這個是另外就是auction design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在想說 有沒有 因為如果要我們一下子找到200個 嗯 貓相關的 或者200個什麼 也說老實話也執行上不太可能 對啊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是我們還是希望 就是我們還是想 政府的方向 政府的方向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地方政府啊 因為你需要的是包含地跟地旁邊的發展 那這個是中央政府除非碰巧 有一塊是中央政府的地 國有財產 而且地方政府的標示標線系統裡 它不存在 像百慕大三角洲這樣的地方 也存在這種地方 各位所在的地方就是這樣的地方 因為本來是空軍總部 對 他們是很有意識的把它從台北市的系統裡消去 對 因為很多事情空軍做的不一定想讓台北市知道 在當年 對 對 那但是現在當然 對對對 真的真的就是消失的 因為那是軍事用地 對 那現在當然軍事用地變成 就是文化部的當代文化實驗場 變成我們的社長中心 那這個是可以的 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規劃 可是在全台灣 還在這個狀態的地不多了 這個也是說真的 那除了這個狀態的地之外 都是地方政府 或者是文藝事業 那但是大概不會是中央政府 可以來說 那這塊就這樣用 嗯 理解 但是我剛才想說就是 就是我們也沒辦法一下子就是 你知道在剛出來做沒多久 就有一個 對 100個項目這樣 對啊 有什麼方式是我們 所以我應該說我們剛提的東西 就是比較像是我想到的一個 變 也不是變形就是 有點轉一下 手轉 走轉一下這樣 變成是自由感染子 可是我可能可以找不同的基金 或者是正一個基金 然後他是 他就是看這個案子就好 只是說 只是說他投的金額是有平方募資法 嗯 那那 但你剛才意思說 這樣子的話 可能也不太 啊 不是很適合 對 因為你要有多個互相競爭的案子 平方募資法可以找到裡面的綜合效果 這是他的強項 就是說如果一個是大家對大家覺得最好的 但其實另外兩個同時成立的話 比這個還要好 那這個時候平方募資法可以找到後面的這個選項 而傳統的投泡法或募資法找不到 這個是平方募資法最好的地方 但是就是你如果沒有幾十個案子在那邊的話 綜合效果是不存在的 一個案子跟自己沒有綜合效果 那這幾個案子也都要相同性高的 不一定啊 就是他可以互相加強就好了 其實基金就是這樣子的情況 有些去幫忙宣傳嘛 有些去做技術開發嘛 有些去這個就做分配正義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兩個加起來會有綜合效果 如果有足夠多人看到這個 平方募資法就會確保他們能夠同時成果 這樣子 那但是像中東北黑客松也是嘛 就是奉茶的那個案子 現在同時也是快中暑的提醒你趕快喝點水 這兩個是兩個案子 但他們現在變成同一個東西 這就是平方投票法器的作用 對那群眾來決定 來決定這兩個的綜合效果 對 那好奇問一下 那你會建議我們先不考慮一個人 對還是說 對 就是說因為一個生態系 他在用平方募資法之前 他應該要先習慣平方投票法 那平方投票法又是在 就是有綜合效果的多選項的時候 才開始運作 這些都是層層相疊的 那除非是說你現在有一個基金會 他就是為了推廣平方募資而存在 他比方說radical exchange 對那我們自己的治理 就是用polis加上平方投票或募資來完成 那為什麼是因為我們要發展這套技術 對 那但是就是說你所approach的那個基金會 除非他剛好是radical exchange 不然他很難就是commit在這麼instrumental 就是這麼工具神的這樣子一個願景上 他commit的應該都是一些別的就是外部價值最正面化 高價值應用等等的這些願景 他不會變成我們現在就叫infrastructure politics 就是用公共建設來參與政治的這種願景 就這種願景在台灣有的基金會並不多 理解理解 好 那我們可以再想一下 那你有沒有介紹 還是 其實 其實我們有接觸 其實我知道這個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來想一下 對,肯定要再想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做這個規劃 今年我們是跟桃園市政府有親戚 然後他們也帶我們猜了幾塊地 可是目前我覺得地是有一點麻煩 因為很多就是政府用地會有政府的靠樑 然後因為各單位他們就會有點擔心 就是說動物會不會造成都會居民的 動物不算居民 喔對,還沒有路線齁 那趕快先把路線弄一下 哈哈哈哈 就是會這樣啦 所以很多單位他們不太敢承擔說 用他們自己名下的地來做這樣的一個農場 直戰農場的部分 對,那就找私人了 政府幫我們找了一些私人 可是私人地圖又有很多他們聽到我們這個 他們就自己的想法 他們可能自己也想做什麼觀光休閒農業的工地 對,但是桃園市政府本身的人 那麼看到這個計畫還有興趣 因為桃園現在很有觀光休閒農業的工業 我覺得很用力 我會覺得市政府當然是最適合的層級啊 因為就算他自己沒有地 他也比較知道哪邊會有地 那這個在中央其實我們就是 最多就是有一個共用資料庫 但是很難說去直接 因為地方自治 特別是地的部分 對,像那個閒置的什麼中小學校園啊 什麼 教育部最多能夠做的就是 大家各市一致的有一個地方去看 但你要接洽 你還是回到各縣市交易局去 這是我們目前實施的狀況 因為我們剛剛走過來 這邊也其實很適合 因為我們有必要有建築物跟有一些空地 這邊是很適合 那就是要跟文化不談 像那這樣有什麼建議 我們怎麼樣可以更有力道去 把這件事完成 嗯 我覺得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 嗯 真的要講的話 因為現在 貓咪還是算做動產 對 而且如果是米克斯的話 說不定股價為零 那 不過事實上是這樣子 對 對啊 對啊 那所以說你現在要一大塊地 放一些股價為零的 而且還有維護費用的動產 你如果先不把它想成動物 你把它想成說自行車 的話 就是 已經 已經有一點年紀的自行車 那 你就可以了解為什麼 就是 地方政府 會很困難 對 那 而且自行車現在也有一些會自己跑來跑去的 因為是自駕車了 對 所以這個比喻還不是完全比你不倫 對 那這樣子大部分人會覺得說 這是 這是外部化 就是說本來應該就是社區共乘的車子 那或者是你自己自己騎的電單車或電滑板 那但是現在你要用一塊很大的地 來確保說 大家都可以來觀光 來看這些自駕車 更加認識自駕車 愛護自駕車 然後 並且 就是 往工科機動回對的那個方向 促進研發 對不對 對 這工科車嘛 對 那所以就是有一個工科車休閒農場 那 那如果你現在提這個計畫 我想沒有幾個地方政府會同意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外部化的那個成本是他來吸收 但是那個精神上面的滿足 是 跟他沒有關係 的一件事情 對 那所以 所以我覺得要正門清源的話 現在很多跨黨派的立委 確實是已經有 抗命說 就是等憲法可以修正的時候 那除了18歲的人應該要可以投票之外 那也應該比招德國或其他的比較先進的國家 把就是動物權入線 那動物權入線之後他才跟自駕車 會有不同的 對 不同的法寶賬體系 對 那那因為公務員 違法行政嘛 所以現在如果是就是主張一些價值為零的 的動產 那這個真的很困難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政府在做的還是蓋一些公立的時候 對 很不好的方向 對 他就是把動物囚禁在那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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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說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希望做的是造證 而且改變一個地區的那種文化 嗯 而且我覺得應該可以帶來很好的國際觀光校 嗯 因為你知道艾貓的人 自己就是很瘋狂 會跨越前你必須找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嗯 對對 他檢疫的14天都讓他跟貓先互動 先認識 對 沒錯 對啊 實際艾貓人怎麼社團 每年成長這麼多人 其實艾貓人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地區 不管是政經商或是觀光商或經濟商 我想都是一個很好的地區 當然當然當然 對 喜歡電動滑板車的也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有各種各樣的族群 對 但是就是說我覺得他的觀光價值等等 還是建立在說他的這個外部性是大家願意承受的 的這個前提上 而這個以我的理解又建立在說大家不是只把它看成動產的前提上 那這都是法滿想過 所以我其實很多我們在觀光車上的參與平台 就是相關的動物權的提案 到最後都是回到這個 那我們是不是生命權至少脊椎動物 可能加上章魚的生命權 或者是不受痛苦的權利等等 可以獲得憲法保障 這樣 嗯 所以我再問一個題外話 就是 项目大概要到 都 回到朋友不知 项目大概要到 多少 對 其實三個就有好處了 三個就有 因為你可以就是 A比B好比C好 但是B加C比A好 選擇權的關係 對 對對對 其實三個就開始有好處 只是三個的時候你用聯繫投票法等等 其實好處也差不多 對 我們的經驗是大概到 可能50到150中間 這個Range是最好的 所以它很明確是 你還有看完的可能 然後中間的各種各樣的綜合效果 都會被加長 但是我覺得可能 如果你最多只有20個什麼 也可以開始推推看 其實說這個就跟傳統的很多別的母子方法 很難很明確的看出地方比較好 理解 但這個情形還是要有個基金先stay by 當然了一定的 那 可是如果項目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那無所謂 不用無所謂 不care 那應該說這個基金為什麼要丟這個錢 因為它B不是政府 對 所以它 要 它沒有任何 你知道就是incentive去說 好你今天文創的位頭 然後運動的位頭 然後APP的位頭 就是 我們怎麼跟它講這些事情 可能就像有續發展目標 所以說你要先問這個基金說 這是其中續發展目標 你在意的是其中幾項 那只要它能夠回答得出來 那你這邊你就可以去挑相應的嗎 沒錯 OK 理解 那這樣聽起來應該還是 應該還是基金會是比較是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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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說因為像你們這個企劃 它同時可以算是 好比像說 永續城鄉 對 因為它裡面有觀光造成的那一部分 那SDG11 但是它裡面也有這個健康福祉的這個成分 尤其如果跟同胖動物可以促進這個精神健康等等 那就是SDG3的部分 那算是生命教育可能SDG4的部分 那再接下來就會開始需要比較想像力 好比像說它能不能夠去促進國際的夥伴關係呢 說不定能說不定不能 之類 那但是就是總之任何一個項目都有兩三個核心的永續發展目標關懷 然後跟可能另外兩三個就是要稍微想像一下才有的 是是 對 那所以你去找這個基金會其實就是很簡單的這種重疊嘛 那你就可以算出多match 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 通風應該算蠻多 那個 的確我們是要找到好的這個企業固點 這個方式 嗯 值得做 值得做 就慢慢 就是數學的好處就是它不會過期 對 對 我們一直持續待我們這樣努力 就是只在說哇這個50個項目我們應該要 不容易 因為我們沒有想要 就是 你知道就是隨便的項目都可以上來 然後 真的嗎 對啊 如果是500塊錢就可以完成的項目 你應該明天就可以啟動了吧 對 你擔任金主500塊 哈哈哈哈 對 大概就是希望 就是多一點是那種 就是 就是 穩創或是義務或是 那種同意啊 當然 對 所以 這也是我們當初常做這件事的 對 其實這是有點類似Curation 就是策展的一個概念 對 所以你應該要找到這一組 一個Cohort 那好比像說 最少最少20個 這20個如果同時達成 你會最高興 但是很難同時達成 那到這個情況也許就可以開始 好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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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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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